學生穿著制服 開心跟新北市長侯友宜合影 不過仔細看他們手上的掃把跟蹦斗 好像跟傳統印象當中 校園裡面的掃具不太一樣 新北市政府推動2030新美學願景 鼓勵民眾認識生活中的美學 針對教育部分 除了翻新國中小校舍 也開始注重美感教育 今年首度從掃具發想 從原本五花八門的顏色配置 改為簡潔的黑白大地色系 在視覺上不會眼花撩亂 賦予全新樣貌 來讓我們的校園的掃具 能夠融入我們的整個教室校園的各周招 同學使用起來不但開心 實用 也樂於務實地把清掃工作做好 侯友宜希望帶有設計感的掃具 能夠讓同學打掃的意願提高 將美學帶入生活 打造嶄新的校園環境 TVBS新聞 廖廣斌 黃凱敬 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無視職人也會再打造塌的 謝謝 好 請